三項鐵人對於運動員來說 會消耗相當多的體力 所以他們比賽前中後的時候 都會吃一些補充的食品 今天很高興請到 三項鐵人的教練鄧景文 Alvin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這些補充食品的特色 Alvin,我手上這些食品 跟平時的食物有甚麼分別 其實這些食物 跟我們普通的食物的炭水發酵物 比較高 糖分也相當多 所以保持了運動員的體能 運動員在比賽前、比賽後 和中途吃的食物有沒有不同? 正常來說是有些不同的 通常在比賽前 很多運動員都要吃一些 麥果巴的纖維膏食物 基本上是讓他們容易消化 令到他們有些飽肚的感覺 這一種通常是在運動員 在運動中的時間裡吃的 這跟麥果巴的分別 就是加強了他們的新陳代謝 或者糖分、炭水發酵物 比麥果巴高 所以容易吸收 令到他們的體能 亦不會那麼容易下調 運動員比賽的時候 將食物放在哪裏? 通常如果是一些長度的鐵人菜 通常你們看到現在的單車前面 有些麥果巴可以黏在單車上 通常很多人看到 好像不是那麼乾淨 或者那麼骯髒 其實基本上很多運動員 沒有手可以撕到麥果巴的 外面的膠袋或者情況 所以變得比較方便 就會黏在單車上 如果是一些短途的 我們都會選擇一些 濃度類的食物 容易吸收 普通人不是運動員 可以吃這些嗎? 都可以 如果完全沒有接受正常訓練 或者運動開的人去吃的時候 就更加容易吸收 而且很容易會肥 因為糖分比較高 和炭水分比較多 下次做運動的時候很累 我都可以試吃這些 都可以考慮